群青少年聚集在廟門口 當街擄人 還有學生超過凌晨十二點 不肯離開KTV 還雜電鬧事 不少中碩生不上學 跑到宮廟學陣頭 或是待在網咖打電動 久而久之成為黑幫 吸收目標 而他用一顆球 讓這些叛逆少年 一步步走上正軌 球場上是年紀十三十四歲的 國中生 選手們各個緊盯橄欖球 誰都不想鬆手 錯過得分機會 隨著時間倒數 最終明治國中以十二比五 拿下冠亞軍賽門票 白梗豪笑臉靠著橄欖球 讓這群學生生活有了新目標 學生他畢竟久了之後 他還是會無聊嘛 他無聊的話 如果這個時候外面有一些誘惑 他很自然的就會跟著人家走 中錯神 他因為加入球隊之後 他就比較願意來學校 回憶過去令他頭疼的男孩 最後上了建中 大學畢業後也順利找到出路 白梗豪說 其實過去 他也曾是別人口中的 頭痛學生 以前自己在這個時期 剛好就是對課業 比較沒有成就感的那群學生 你就會想要去外面找一些事情做 這種人很多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當年自己就是因為接觸到橄欖球 在球場重生 畢業後 他再度回到校園 成立球隊幫助中錯生 一栽就是將近二十年 人生路不只一條 迷途少年們得到翻身機會 透過一顆球翻轉階級 曾經的頭痛學生白梗豪 也希望用自己的故事 勉勵更多 迷惘孩子 走回正軌 三星人 孟國華雙雲 新北昌報道